我们一家六口人啊 四个都中招了 大家好我是大力啊 大家好我是大宝 前两天我感冒 高烧了两天两夜终于退烧了 没想到把两个孩子 还有小辈传染了 现在两个小孩呢 也退烧了 还有点低烧 但是小辈还一直高烧不退的 看我们家二宝 嘴巴都烧得起细了 开裂 头疼不疼 妈妈我很 我头很痠 腿痠妈妈给你捏一捏 大宝羊烧了 这两天也不愿意活动了 一直坐在怀里面 小孩子一生命之后 身体难受 谁都不要 就一直在找妈妈 所以啊 小辈在生命同时呢 还要照顾孩子 导致她好几天了 都没有好利索 不过这次感冒 确实挺厉害的 我在床上都躺了一天 小辈 要不然咱们还是去挂水吧 没事 今天比前两天都好多了 好多什么呀 你看你满脸憔悴的样 嘴唇都比前两天 抱的厉害多了 你放着你嘴唇被也剥了 昨天我就在小辈区院 检查过了 让他在那边挂水的 但是他没有同意 因为两个小儿呢 身体也不舒服 一直在家里找妈妈 他如果在那边 待几个小时挂水的话 小儿在家肯定会哭闹 所以啊 最后就捡了点药回来吃 这两天小辈不舒服 没什么胃口 也没怎么吃饭 你想吃点什么吗 我就给你坐着 我什么意思 妈妈很热 你可以带他去睡一会儿吧 行妈得睡觉就行吗 休息一下 妈你回来了 回来了 小辈区起来吃饭了吗 他难受了 起来就喝凉果糖 喝凉果糖有什么用 那今天不吃饭也不管 我干了一会儿就在抱脚 都是他吃的 之前我每次想要吃饺的时候 让我妈去包 我妈都觉得太费事了 不愿意给我包 今天为了让小辈区吃点饭 我妈她也是费心了 爸你妈一拉 我买点梨 买点饼 买点饼汤 小孩儿这人开始了 我得给他买喝 我爸负责煎鸡蛋 一万七没有气了 我爸就灌气的 慢点去吧 爸爸妈妈什么正常好呢 等下中午吃饭的时候 你自己多吃几个饺子 也让妈妈多吃几个饺子 吃完之后 我妈妈很快就可以好了 知道吧 知道了 韭菜鸡蛋粉条馅的 就感冒了过来 素饺子谁个不能吃会员 嗯 我爸负责包 我妈擀瓶子 菜饺子一般都要大 人多了一辆大 你配的包满了 我负责去下饺子 晚上可以吃饭了 小辈 你不在床上睡着 你起来干嘛 睡着呢 起来夏天也还舒服一点 你睡不到了 开始下饺子了 我妈说 她下饺子比较好吃一点 是吧 对 大人吃 太甜 太甜 太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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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呢 尝尝饺子看 不行我就把小辈 带爷爷去挂掉 行 行 都得去看 好嘞 好嘞 这不是饿了吧 我一点胃口都没有 啥就吃了 今天中午 你婆婆专门为你包的饺子 再不饿的话 中午也要多吃几个 我爸吃饿了 又赶不上饭点了 这两天发烧 也挺折腾的 太甜了 太甜了 好 我自己去 吃饭了 好 简简简单单 一个是一餐 多吃两个酒吧 在今天呢 就没吃饭 也还行吧 刚好 我们已经吃完饭了 小辈也回房间去休息了 刚给他测量一下体温 37度五 高烧终于退下来了 这两天他发高烧 我的心也一直跟着悬着 现在也终于可以放心了 其实啊 我挺佩服小辈的 他一个女孩子啊 真的很拼 零下三次度的天气啊 每天七早贪黑的 跟我一起出去卖菜 一天都不休息 大董事说 我们努力一点 以后孩子的生活呢 能过得更好一些 说实话我挺惭愧的 跟我在一起啊 确实没让他少吃苦 看来啊 我以后要再加把劲 让我们的生活 过得越来越好 本期视频呢 就给大家非常得了 你了 明镜见